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赞未来主义的凤凰中心 让自己起敌无穷 并衷心希望凤凰卫视为全球华人持续提供准确快速优质的新闻服务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8日在美国城市达拉斯举行的抗议警方枪杀飞翼活动中 已有5名警察遭枪击死亡 有媒体说 有6名警察还在医院 达拉斯数百人于7日集会 抗议此前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警察枪杀飞翼事件 当地时间7日晚20时45分左右 多名警察遭到枪击 据称两名狙击手在抗议集会期间从高处开枪 射中了10名警察 根据达拉斯警察周五消息 目前有3名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在押 第4名嫌疑人死亡 美国近日连发飞翼遭警察枪杀事件引发不满 当地时间5日凌晨 两名白人警察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囤鲁日 以前便利店外轻杀了已遭压制的37岁小商贩飞翼男子斯特林 其过程被民众用手机拍下传到网络 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 6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28万7千人 自5月令人不安的滑降中反弹 再添美国经济实力新迹象 美国5月新增就业人数虽然从预估3万8千人下降至只有1万1千人 但6月聘雇人数提高过去三个月平均值至稳健的每月14万7千人 经济学家说 这个数字至少足以跟上美国劳动力规模的稳定增长 美国6月失业率遂攀至4.9% 是因为涌入就业市场的人数增加 反而佐证就业市场信心强劲 且失业率仍接近8年多来最低水准 美国劳工部表示6月新增就业人数主要出现在娱乐 金融 医疗保健领域 信息技术行业就业也同样出现上升 表明此前Morizon罢工工人已重回工作岗位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国务院7日表示 将重启针对希拉里油电门的内部调查 研究希拉里使用私人电邮和服务器的行为 是否对其处理机密材料的方式构成损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称 该部门的目标是尽可能迅速 但并不会人为规定期限 他表示 鉴于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已经结束 并且没有针对希拉里提出指控 美国国务院的内部调查可以重启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5日说 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邮箱和私人服务器处理公务的行为 说明他和他的高级助手在处理政府机密时极度草率 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希拉里及其助手有意违反法律 调查结果不足以对希拉里提出控诉 美国政府在当地时间7日 初步批准8家航空公司启用 从美国直飞古巴哈瓦那的航线 这一决定把美股关系恢复的进程又向前推动了一步 美国运输部部长安东尼福克斯称 50年来美国和古巴之间第一次有了定期航空服务 这为古巴籍美国家庭的团聚 与为美国各种规模的商企 促进教育和机会提供了巨大的潜能 他也表示在30天的公众评论期过后 这项新的决定才能最终得到确定 8家美国航空公司 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提供每天总共20次往返哈瓦那的航班服务 这些公司有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公司 边疆航空公司 捷兰航空 西南航空公司 美国精神航空公司和美联航 加拿大邮政与工会之间的谈判毫无进展 但双方的拉锯战仍在继续 继加拿大邮政在周三发布声明说 当局将停工期限从本周五延迟到下周一凌晨0点01分之后 工会方面今天发出呼吁 希望双方休战30天 在此期间内 劳方不提罢工 资方不说停工 以便回到谈判桌上继续协商 直到双方达成一致签订新合约 加拿大邮局表示 在停业的情况下 邮局将关门 停止递送信件和包裹等 但联邦政府之前已经把老年保障金 加拿大退休金 工作收入纳税福利 以及加拿大儿童福利金 规定为必需类邮件 因此即使邮局关门 这些支票的发放不会受到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如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奉点微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